字幕提供 Hello VogueMe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李彥均 我有个团体叫NipeC 赶快起床 要迟到了 有一点油腻 对不起 大家开心就好 应该是工作时候的状态会比较魅力 幽默 专注 跟 开心 应该是负责 厂之高冷吧 就是大家都很吵的时候 因为我讨厌吵杂的环境 然后我就会讲一两个 就是冷的梗 然后让他们安静 就shut up 我在参与填词的过程中 用我觉得最 最帅跟最性感的方式 然后写给粉丝们的 那种言语 那算是我大概 三个月两个月前填的词 那你知道人都是在进步的 我现在回去看 觉得有点油腻的 对不起 烧水要盖盖子 这个东西 我到现在还在思考 真的要盖吗 因为我之前是不盖的 但之前因为在家里 然后有瓦斯炉什么的 所以它那个火力很充沛 但因为我们是在野外 然后那个火力是 没办法像瓦斯炉那么稳定的 所以如果要节省时间的话 的确盖盖子会比较快一点 我那时候 我不是说了一句话说 我上一秒还在纽约 在时装周 然后下一秒在洗冲这样 就是因为那个状态是一个蛮大的落差 因为就好像是在 帮忙的这种工作中 然后突然抽一些时间 然后我们跑去野外 真正的体会大自然 然后真正的自己一帮朋友们在那边做饭的那种乐趣 所以我每次在录制的时候都非常开心 我觉得这个歌词OK 不错 有我想说的某句话什么之类的 我就会把那个那首歌或者是 其实会配合一些图片有一种搭配的感觉 然后把当下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心情分享给粉丝们看 经常粉丝都在拍我 那今天我来拍一拍粉丝好了 可是我还是把我自己 就是放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头的位置 如果 我觉得我下次如果再去的话 我可能会装拍粉丝就好 因为我发现我拍照技术不太好 Oh my god 自拍吗 Again OK 按这一颗就好了 三二一 很好 我觉得我又诞生了一件失败的作品 手有点在动 哇 真的 非常失败我的妈呀 我每次 我发现我每次拍照 我想要拍什么 我都拍不到 想想想 我就看到我的失败作品 火气有点大 我会想去看一下 那个男艺人是谁 如果是 you deserve 对